今天我們呈現 整場神操作 神操作 一直嘲諷的隊友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Sanon 今天呢我們帶來是 納格爾斯 比較不愉快的經驗 遇到呢相當 嘲諷的隊友 那首先呢如果也討厭 討諷型隊友呢 喜歡影片留言點給點讚 還沒訂閱可以考慮訂閱 想要講我們更多 可以追蹤左下角的IG 相信大家呢也有遇過 一旦發生不如意的事情 比如隊友死亡 或者呢丟失資源 或者掉塔呢 就一直發神操作 神操作的隊友 老實說呢我不太能理解他 為什麼要做這個行為 發神操作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根據我的猜測呢 應該 一就是他要發洩他 今天的不愉快 可能上課或上班 不太開心 所以呢跑來傳說戰場發洩 不然的話呢 這個是完全無法解釋的 也有可能呢他是 可能是小朋友 我們也看到呢有小朋友玩傳說對決 可能大概三歲五歲的 發神操作呢 唯一的用途就是 打擊你隊伍的士氣 嘲諷隊友 時間的原因呢 應該就是降低這一場的勝率了 而且呢幸好這一場遇到的是我們 如果呢遇到稍微玻璃性一點的隊友呢 你一個神操作 他直接掛機 也是大友人在 這場呢有一個小彩蛋是 敵方呢有一位英雄是 選手 只有選手 也有可能是全選手 我看呢他的戰績是S牌 67%勝率 SS牌才對 那我們來玩納克羅之波 順便呢 來看看如何應對 相當消極的隊友 這裡呢我們成功制裁掉這個凱撒 可是我們血量也不是很高 先回去繼續刷耶 我們最喜歡玩納克羅斯呢 沒有別的原因 單純是因為喜歡 儘管呢在削弱 在正強之前呢 我們也是很常玩納克羅斯 何況呢目前 他也是算版本強勢角 納克有個好處呢 除了好玩之外 那是他非常萬能 基本上對上什麼樣的陣型 什麼樣的英雄都可以出 他不會特別怕誰啊 畢竟誰都怕 如果說真的比較可能 有點害怕的呢 那應該就是艾瑞 我覺得呢阿萊比較還好 除非他是坦撞 帶跑速鞋 然後又帶瞬移 艾瑞的話呢 稍微麻煩一點點 不過啊如果納克會被艾瑞抓 其他英雄也會被抓 我們的機動性還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基本上問題不是很大 那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呢 我們前面打野怪不太暴擊了 那是呢我們測試帶覺醒 攻勢流 注意直接的感覺呢就是感受好很多 攻速變快嘛 而且呢吃野怪的時候會一直調肺 野怪被調肺呢 也可以降低野怪 普攻我們的機會 請問你覺得呢 納克羅是帶 覺醒好還是帶暴怒好 像王子龍要帶法呢 通常是各半喔 像韓式炸雞一樣 半半 一半覺醒一半暴怒 以前呢我們都會帶全暴怒 可是呢最近看有選手帶覺醒 試了一次 感覺上呢 DPS應該還是帶暴怒比較高的 畢竟呢暴擊率可是 就是16%跟5%的差別 這邊我們加個寶珠 沒有擋到什麼東西 最後呢有活下來剩一滴血 目前比數7比6 敵方 比數是我們領先 可是打起來呢感覺敵方比較兇 然後我們洛克西呢 依然還在神操作 基本上啊像這種呢 如果我們不是很舒服的話 我們會直接把他黑屏 黑屏的話呢 就不會再聽到語音了 而這場呢我們打比較專心一點喔 沒有特別黑屏他 到了比較後期才黑屏 我相信呢到了後期 他應該還是有在發 只是那時候呢我已經黑屏他了 目前打起來呢手感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使用缺醒呢攻速就是快喔 還有一個小細節呢 就是在我們技能命中目標 敵方單位之後 還增加我們的攻速 出窗的話呢基本上就是這一套了 只不過呢後期我們會把 或者很肥的話呢 我們會把聖劍改成王者劍 OK 敵方奎倫呢人頭有點多 目前7比8 敵方稍微領先 我們隊伍有7個頭 我們有5個參團 目前我們還是一次都還沒事 只是呢如果隊友都倒的話 少人的話呢 我們比較難做事情 反野也好推塔也好呢 也是需要隊友的 OK我們往上路走去守個塔 這邊呢敵方應該是有亥犽 結果 阿萊跟亥犽重大招的待遇 直接倒下 剛剛呢我們的隊友 洛可希也不忘記來個 神超做嘲諷 找到個主角 OK 拿回個頭 比數稍微的最便宜一點 目前9比10 阿萊斯特 跑很快 那我們先拿我們的藍 這場打下來呢 要打贏應該是沒問題的 畢竟呢我們經濟是不差的 基本上呢我們玩打野 只要呢經濟沒有嚴重的落後 都有機會可以打贏 比較怕的是呢 如果我們玩打野 在被反野經濟落後的情況之下呢 相信玩打野玩家都有遇過 敵方跑來反野呢 你的隊友不知道在旁邊 有看到還是沒看到 應該是沒看到 反正呢就不會過來支援反野 然後呢你也快被反光 然後線上呢隊友呢 又死一死的話 基本上呢這場就量了八成了 這場來說呢雖然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等級跟擊殺呢 稍微的落後 只是呢 我個人的發育狀況還不錯 應該是可以玩的 抓到祖卡 因為我追個細節 我們是等他交過位移之後呢 再過去調他 他少個位移呢就跑不過我們了 旁邊呢是我們的諾克西 諾克西啊如果你有聽到的話 希望你呢盡量少一點做這種 沒有意義的事情 那就是嘲諷隊喔 基本上呢我們玩遊戲來說 要打排位或打電風呢 我們的目標應該就是勝利 如果你不是很想贏呢 你想要試套路或者想要 玩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可能一般場 經典場呢是不錯的選擇 有時候呢我們要練一些 特別的英雄或者 特別的造型 我們也會選擇在一般場進行 一般場的好處呢 是沒有變角跟選角 選到的機率比較高 電風排位呢有時候會 比較難拿到自己想玩的英雄 或者路線 更不用說是強勢角 然後找到一個祖卡 跟上 那這邊我們技能冷卻好呢 原本是想 原本是想插一套帶著祖卡 結果衝進敵方 四個人的懷抱中 我們在島下同時呢 高底塔也掉了一座 目前比數12比18 敵方領先 阿萊斯特在島下 抓到一個很肥的亥犹 可以看得出來呢 我們的傷害還是足夠的 關鍵就在於呢 二技能普攻 一技能擊飛跟大招 都要命中 如果不要晃芒呢 技能都打中 要打銀射手還是OK的 再來阿 如果你聖劍的位置呢 是王者劍 基本上呢 我們打銀射手機率非常高 舉個例子阿 如果敵方有個菁阿 卡芬妮阿 他有帶嗜血弓 出聖劍的話呢 如果運氣 普攻打的不夠多 暴擊不夠多 有可能會打住 會被他吸回來 王者劍的話呢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OK 使用大招預判他的擊飛 然後拉開距離 二普攻帶走他 我們嘗試預判一下 這個菲淚 想要扭他 可是呢他也是挺穩的 OK 回城裡大一半看到個奎倫 送他一個擊飛 這邊敵方倒兩人 我們少個經驗 還可以接受 目前比數16比21 敵方稍微淋下 不過呢也沒有注意到一個事情 我們把洛可西 經營黑名單之後呢 不再聽到他的神差做了 而更清靜之後呢 好像玩起來也特別順 目前我們 16比21 而我們有11個餐團 找到一個吃野魔神的機會 魔神凱撒 敵方菲淚呢 敏絕 察覺度很高 不過沒關係 我們使用大招跟制裁 穩定的拿下凱撒 納克羅斯強物件呢 還是比較簡單的 這邊說一個小細節呢 如果像以前一樣 使用預購的方式 無法賣掉復活甲買死神鏈刀 你要更改裝備 把死神鏈刀放到裝備欄呢 那就可以呢死掉的時候 賣掉復活甲 同時呢 就會跳出死神鏈刀 可以讓你買 待會呢中路會 中路會有魔神凱撒 我們先把這個上路兵線帶進去 下路兵線也在推 這邊還OK 敵方呢急著打我們的凱撒 凱撒呢被打得差不多倒下了 不過呢敵方倒四人 這時候剩下一隻奎倫 奎倫跑掉了 那沒關係 魔神凱撒跟兵線 凱撒沒了 但是兵線在 剛剛敵方呢 還專注打我們的凱撒 導致呢他的其他隊友 下水角了 同時呢我們的中路 上路跟下路兵線呢 都是往敵方家裡推的 擊飛 大招 成功預判到敵方奎倫 把他帶著 那最後就是主堡了 那這邊呢 奉勸若可惜 不要再做這些嘲諷隊友的行為 那也給大家一個解決方案 那要是呢直接把他黑名單 就不會聽到 惱人的聲音 那我是尚恩 以上是我們帶來耐克 走電風賽的實戰解說 那喜歡影片呢 記得按下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